暑假的时候好无聊 朋友把他的好朋友介绍给我 随着就把QQ发给了我 之后我就觉得 他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也就把家好友的这个事情给忘记了 但是几天之后 突然有人加我 说是朋友的好友张贤 我就这么加上了他 我和张贤一开始搭上话 就很随意 像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似的 没有丝毫的生疏 第二次聊天 他就单刀直入地问我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说要找个不花心的 他顺口答道 我就不花心 我呵呵笑了 他很直爽 很幽默 他说 到我们这边来吧 我们单位最近也要进人 要不要我帮你问一下 我说干嘛到他那边去 他说 我们方便来往 彼此了解呀 我发了个笑脸 对他的倡议没有回应 转眼间到了八月份 毕业时 联系好的单位泡汤了 就业突然没有着落 我着急了 给好友说起这事 好友说 张贤的公司 其实很不错的 他既然有心给你介绍 你不妨过去看看 听了好友的劝告 我试探着跟张贤说 我想去他们公司看看 张贤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我和张贤第一次见面 他在单位门口等我 穿着件白色短袖T恤 一条淡蓝色的休闲裤 夏天八九点钟的阳光 照在他的身上 看起来非常的青春朝气 虽然没见过面 他却拿定是我事的赢了上来 在离我两不远的地方站住了 咧着嘴看着我笑 脸堂黑黑的 牙齿在朝阳下闪着白光 双目一对的瞬间 我喜欢上了他 进他们公司的事没有成 我和张贤的关系 却发展顺利 初秋的时候 我的工作顺利解决了 我的单位离张贤公司 只有三站路 下班的时候 他来找我 骑着那种很贵的高档自行车 我对他似乎有第六感 我们办公室在十楼 暗里楼下的动静 是根本听不到的 但张贤来了 我就能听到 我能听到 他的自行车 急速刹车的支 对一声 能听到他锁车时的卡大声 或许这些声响 根本不是用耳朵听见的 而是用心感觉到的 我知道他来了 倚着窗户 往楼下一看 果然看见他潇洒的停车 锁车 然后就消失在楼门里 不等他打电话 不等他上楼 我就赶紧下去了 秋天过去了 我和张贤的热恋期也过去了 冬天来了 我工作忙 我们一连两周时间没见面 等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了 张贤又忙了 两个人往往不同步 他约我说我没空 等我有空约他了 他却没空 像是诚心似的 我抱怨他 他却一点都不让 还跟我吵 那段时间 不知是不是因为忙 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动不动就冲我发火 我哪受过这等气 于是 我们有了第一次分手 请了几天嫁出去散心 关了手机 我在张贤的生活中 彻底消失了 我想以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结束这段感情 但心却是那样空 那样痛 一个人在街上游逛 跟失了魂似的 好友找到我 说张贤发疯似的找我 他到各处打听我 甚至都找到黄河码头了 好像我要寻短见识的 好友问我俩怎么了 说看张贤那样子 真的很在乎我 好友还没问完 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打开关了三天的手机 手机刚一打开 张贤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真的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他苦苦地哀求道 我真的心软了 当天晚上 他就赶来见我 他拉住我的双手 把我往他怀里拉 心里的芥蒂 一时还是没法出去 我推开了他 他愕然地看着我 我们和好了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 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是嬉笑无心的 现在却彼此防着 害怕再伤害对方 尤其是他 对我小心翼翼的 好像我是个一岁的东西似的 从前心无界地的境界 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关系 能够继续下去 无论如何 我们彼此都很在乎对方 我希望能有个结果 过春节 张贤要回老家 回去前 我帮他买回家过年的礼物 乘上拥挤的公交车 然后钻进更拥挤的商场 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再挤车 尽管很累 但我心里却很高兴 因为这是给他的家人买 我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除夕前一天 把张贤送到回家的火车上 除夕晚上 他给我发来了新年祝福的短信 大年初一上午 他打电话问我 吃饺子了没有 接下来几天没有联系 我想 他肯定很忙 正在四处走亲房有拜年呢 转眼间 春节假期结束了 我去车站接他 从火车站出来 打车去他的住处 我问他过年几天都忙些什么 他说 走亲戒 相亲 相亲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问他 相亲 他说 家里让去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为什么 你没说你有女朋友 这是家里的想法 家里人希望我找个本地的 那你怎么想 我没什么想法 那我算什么 我忍不住了 我又没说答应 可是 你还是去了 在你的心目中 我和你算什么呢 沉默 然后 他说 我们俩在一起 会有结果吗 你不坚持 怎么就知道没结果 算了 我突然感觉到很累 我已经没力气送他回去了 中途我就下了车 晚上 我把以前的QQ记录 给张贤沾了过去 我说 要找个不花心的男友 他说他自己就是 半年前的事 现在已恍如隔梦 他用实际行动 背叛了他的诺言 我和他的恋爱 在他看来 只是一场游戏 是我入戏太深 从戏里出不来了 他全部 Marina 他用爱 在你讨厌 他的诺言 像戏里出不来 他一样 我的 他是 我 我